哥哥到我了解 雙眼緊叮小選手每個動作 明星瑞莎這幾年致力於發展台灣韻律體操 10月底帶隊到屏東參賽 雖然勇奪獎牌 但事後PO文怒轟 比賽卻是一吐拉哭 兩個大猴菜印在頸椎上 瑞莎拍下比賽場地一邊有軟墊 另一邊練習場地卻沒有 結果選手做完動作躺在地上不動 因為傷到頸椎痛到淚崩 引發網友怒火 留言罵別人家的孩子死不完 連這點錢都要省 不然錢是花哪裡去了 我們只借場地我們沒有借器材 今年的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 就辦在屏東的和平國小體育館 但下方說只借場地 器材跟人員都有體操協會處理 瑞莎更進一步指控 一套體操75到90秒 但選手試場地最多只給45秒 而且練習時人多超危險 還發現教練來兼裁判 有的還是曾經抹黑過他的 擔心這樣評分怎麼公平 這邊有聽過家長抱怨 自己的學生的家長其實都沒有 就認為說這場地OK 規範上面或是安全上面 這個應該要請協會出來說明 對於瑞莎指控 田育署表示要再了解 查明情況 但網路上已經罵聲連連 離譜的場地缺失 也讓首次帶隊出征 停操賽事的瑞莎 嚇壞 坦言 非常失望 記者張秋華 評論報導 請問三人 請問三人 今晚點 請問三人 可財 請問三人 請問三人 感谢观看